救命啊救命啊 四名黑衣人不顾女子惨叫和抵抗 又拉又扯粗暴地把她推到乡行车内 这光天化日当街掳人的事件 发生在香港赤柱监狱外 听到骚动声监狱人员尝试出面制止 但黑衣人凶狠出手反击 接着开车离开现场 警方获报后根据市民提供的车牌 在监狱外10公里处成功拦截乡行车 救出手脚多处擦伤的32岁女子 初步调查这名女子和黑衣人 近期发生商业纠纷 结果她17号到监狱探望男友时 就被拖上车 对于监狱人员无法第一时间就协助女子脱困 也在香港引发议论 因为很明显不是打架 是绑架 虽然拯救人员的职务就不同警察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进取些帮助这位女士 其中一名的拯救署人员 也都在曾经尝试拉走女受害人的期间 被当时的司机突然之间洗走她的轻型货车的时候 就撞到个头的 党警目前已涉嫌非法禁锢 袭击和危险驾驶调查四名黑衣人 由于这些人有帮派背景 纠纷涉及金钱数目庞大 不排除接下来还会逮捕更多同伙 TVBS新闻将这边李明珍 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